接着我们来看 论语有关君子与小人之别的第十一条 在检讨上 君子凡事检讨自己 小人检讨别人 这是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经文是 子曰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这是魏林公篇的第二十一章 君子凡事求诸 诸是知语求之于自己 小人求之于别人 要求别人 君子要求自己 小人要求别人 看起来简单 其实这一章里面 应该要好好的去辨明这一章的意思 其实求人求己 这一章里面就对了 我心想要好好的 我心想要好好的 你以为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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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像这个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要求自己要有信用 传不习乎 要求自己 要传道的时候 自己要预习 自己要好好的学习 才能传道 像孔子入太庙美识问 这就是想要把礼乐制度做传承 他要好好的学习 要求自己要好好的学习 你不好好的学 你怎么会学成 你都没有办法学成 你怎么教人家呢 最怕是外行领导内行 最怕是以肤浅的来引导别人 让别人走向肤浅 走向偏想 所以这个求主纪 孟子的黎柳篇也说 爱人不轻 你爱别人 结果人家反而不领情 你要反求自己的人 自己是不是真的 心替别人着想 想要替他人着出路 那 治人不治 去管理别人 别人不接受呢 要反其治 要想想看 我是不是有善巧方便 还是太刻薄寡恩了 还是太单刀直入了 还是太不讲究善巧方便 太伤人至尊了 然后呢 理人不答 我理尽人家 人家不答 不回答我 我要反求尽 我是不是真的 把对方看得重 还是只在乎表面的礼仪 到了一般的这些观光场所 那些逝者 讲那个很客道的礼貌词 一点都不感动你 你也不想回答他 所以理人不答 要反其境 是不是恭敬的对对方呢 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 这是孟子的离楼篇 所以君子求诸己 越求诸己 越把自己的道德 把自己的学问 把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的经验越历 越求越高 越求越高 这不是很好吗 我们以为 越求自己 把自己越素 越素 素到不能动弹 哎呀 何必呢 何必做君子呢 干脆不要做君子 让我海阔天空 让我无拘无束 让我自由自在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借着要求自己 让自己的经验越历 让自己的学问 让自己的道德 能够每日提升 而小人 而小人求诸人 小人不在意 要求自己 小人只有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配合自己 要求别人来迎合自己 要求别人满足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种要求 有时候是求备于人 这种要求 有时候是导人入飞 导人入邪 有时候可以跟人家合作 可是那合作都是 为了个人 为了个人的利益 一时的和合 等到利益追到了以后 可能利益分配不均 后面是反目成仇 所以小人求诸人 求诸人 往往容易怨天尤人 求诸己 会不怨天不尤人 不怨天不尤人的修养 是从求诸己来的 怨天尤人的过患 是求诸人来的 那要怎么求诸己呢 中庸上说 这个 素富贵行富富贵 素贫贱行富贫贱 素遗敌行富贫贱 素患难行富贵 素富贵 就在富贵 现在在富贵 就行富富贵 就反求诸己 怎么反求诸己 我这个富有没有好理 我这个富 第一个无交 不要骄傲慢心 而且耗礼要富上 是不是还可以忌忍 还是为富不忍呢 贵呢 是不是懂得去提拔人才 设受人才 为国举财 叫恕富贵行乎富贵 恕贫贱行乎贫贱 我现在恕就是现在 我现在是贫 没钱 贱就是地位低 我是不是行乎贫贱 就是反求足己 那我怎么行呢 我贫而无惨 我不会去惨媚人家 可是这不够的 还要贫而乐道 懂得充实自己 这是贫穷最好的 贫穷有很多的时间 懂得充实自己 颜慧就是贫穷而成就的人 雪如然说 贫穷有无限的好处 树贫穷而行乎贫穷 树以敌而行乎以敌 以敌就是像这些 满墨之邦 满荒之地 没有礼俗的地方 行乎以敌 就是我要随顺人才在风俗 更进一步的是 言中性行赌境 所以满墨之邦行义 只要言语很诚实 很有信用 行为很赌厚 很实在 即使在以敌之邦 都可以被人家尊重 那这就是反求诸己了 树患难行乎患难 即使在颠沛流离在患难 遭受到不平的待遇 我也行乎患难 像林哲许 敬烟成功 竟然被流放到新疆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患难 可是林哲许在新疆里面 竟然能够造福一方 能够饮水灌溉 让新疆这个地方农业丰盛 这就是君子的榜样 求诸己最好的典范 以上从这个检讨当中 可以看出君子跟小人的差别 是这一章的大义 感谢观看